在香港娱乐业的鼎盛时期,他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然而,岁月流转,那些曾经的男神女神也步入了人生的晚年。 他们的子女,作为新二代,正逐步走进公众视野,并追随父辈的足迹,踏上了演绎之路。 这些新二代,不仅承载着家族的光环和期望,更继承了父母那与生俱来的美丽与魅力。 有的甚至在才华和颜值上超越了他们的前辈,成为了娱乐圈中一颗颗璀璨的新星。 易小水晶,翁红,那位曾经艳亚洲的亚洲小姐,以其书香世家的背景和优雅气质,成为了一代人心目中的女神。 她与健身管理师刘冠婷的结合,孕育了他们的女儿小水晶刘氏。 这对夫妇的颜值出众,女儿自然也继承了他们的优点。 如今,已经16岁的小水晶,展现出了她亭亭玉力的身姿和精致的五官。 她的鹅蛋脸,大而明亮的眼睛,小巧而高挺的鼻子,无不令人赞叹。 素颜的她,美丽得让人一不开眼。 网友们纷纷称赞,这样的女儿甚至比母亲还要美丽。 她脸形像妈妈,鼻子和嘴巴则像爸爸,完美地融合了父母的基因。 虽然她看起来高冷,但自称是搞笑女,给母亲当解说原石更是妙语莲珠,充满了古灵精怪和灵气。 小水晶有自己的社交账号,偶尔与母亲合拍视频,分享生活点滴。 虽然身为新二代,但她的生活更像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有着自己的喜好和情绪,让人不禁为之喜欢。 二汤洛文,汤震宗,那位在《风神榜》中饰演博弈考的演员,其精致的五官和俊朗的气质让人难以忘怀。 她的弟弟汤震宴也曾是TVB五虎将之一,这一家子的颜值都堪称一流。 汤震宗的大女儿汤洛文,在2012年参加香港小姐竞选后为人所熟知。 虽然未能进入前三甲,但她凭借高颜值和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不少人气,还因此获得了亮汤的绰号。 她的五官精致大气,身材高挑,是如今TVB的佼佼者。 出道后,汤震宛受到了TVB的力捧,参演了多部热播剧《如爱》、《回家》和《法政先锋四》等。 虽然她的作品不算多,被质疑事业心不降,但她的感情生活却十分幸福。 她与男友马国明交往三年,目前已经订婚,即将迎来新的生活阶段。 三人情家,人情家,作为影视巨星人大华语,超模奇气的掌上明珠, 自诞生之日起,便沐浴在公众瞩目的光环之下。 她仿佛是父母优秀基因的完美融合,从小就被观众们见证着成长。 人情家对镜头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感, 她不仅是父亲人大华的专属模特, 更在年仅三岁时就模仿母亲走起了猫步, 展现出非凡的表演天赋。 因此,她年纪轻轻便频繁亮相各大时装秀,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如今,已经年满18岁的人情家,身高傲人达到一米八, 那双修长的大腿与母亲如出一辙, 再加上她古铜色的肌肤,性感而健康,天生就是模特界的佼佼者。 尽管人情家凭借出色的外形频繁参与时尚活动, 但她并未正式踏入娱乐圈。 父母对她宠爱有加,认为拍戏太过辛苦,希望她能专心学业。 妈妈也曾表示,女儿会在学习之余参与工作。 据仁达华透露,女儿对拍戏并无兴趣, 她热爱的是模特行业,镜头前的她表现力十足, 自带一股名模的气场,其未来无可限量。 仁达华对女儿的爱意无需多言, 她从小就将人情家送往国外接受优质教育, 在物质生活上更是给予她最好的。 专车接送、顶级奢侈品牌的首饰、价值不菲的衣物和包包, 都是仁达华日常生活的标配。 仁达华甚至表示,不希望女儿过于辛苦, 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将留给女儿。 因此,年仅18岁的人情家已经拥有了30多套房产,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富家千金。 四、陈世芝,陈世芝,作为导演陈可欣语, 影后吴君如的女儿,虽然父母并未正式结婚, 她的降生也带有几分意外, 但她却在这份特殊的爱中茁壮成长。 吴君如,虽然如今已搞笑女形象深入人心, 但年轻时的她颜值出众,男装更是英气逼人。 而陈世芝便继承了母亲的高颜值。 她的五官圆润可爱,散发着甜美的气息, 但肤色偏深,腰细腿长,身高已直逼父亲陈可欣, 甜美与辣妹气质并存,浑身散发着自信和大气。 据悉,陈世芝,似乎已有出道的打算。 在前不久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她与父亲手玩手走红毯,成为全场焦点。 最近,她又与父母共同拍摄了广告, 似乎正在为出道做准备。 然而,吴君如表示,陈世芝即将前往国外留学, 如果女儿真的对娱乐圈有兴趣, 她会全力支持,但不会特意为她量身打造角色, 也不会让她参与父亲陈可欣的电影。 2022年11月13日, 党媒报道了陈世芝出演舞台剧的消息。 她的父母陈可欣和吴君如特意献身支持, 吴君如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多段视频, 表达了对女儿表演的期待和自豪。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陈世芝已经长大成人,五官清秀, 笑容甜美可爱。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她的表演, 但从吴君如的反应来看, 她一定对女儿的表现非常满意。 吴江丽文, 江丽文身为秦佩的女儿, 与汤诺文年龄相仿, 二人还共同出演了双生陌生人。 但江丽文的成就, 在某种程度上, 显得更为耀眼。 她的艺术生涯始于歌手身份, 直到2017年11月底, 才正式签约无线电视, 成为旗下艺人。 她的家族背景十分显赫, 父亲是香港著名演员秦佩, 叔叔则是姜大卫和尔东生。 然而, 江丽文并没有依赖这些光环, 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继承了父亲的演技天赋。 在2021年的 《TVB万千星辉》颁奖礼上, 她成功获得了 《飞跃进步女艺员》的荣誉。 在《星空下的人衣》中, 江丽文的演技 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尤其是她的哭戏, 极具感染力。 因此, 她获得《飞跃进步女艺员》奖项, 得到了众多网友的支持与肯定。 她的笑容甜美, 演技精湛, 相信在获得这一奖项后, 她的演艺事业将会更加顺利, 资源也会更加丰富。 六良影晨与梁静熙, 杨家辉, 这位影坛的佼佼者, 拥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姐姐梁影晨与妹妹梁静熙。 她们曾一同参与节目《一路成年》, 从而被内地观众所熟知。 这对姐妹花的颜值令人惊艳, 尽管她们的父母 在外貌上并不突出, 但她们却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 出落得如此美丽。 姐姐梁影晨 因其甜美的外貌 与火辣的身材, 曾一度让父亲梁家辉感到困扰。 她经常被媒体捕捉到 与朋友深夜出游的画面, 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夜店女王。 然而, 尽管梁家辉的两个女儿 都拥有如此出众的颜值与气质, 但她们并未选择进入娱乐圈。 因此, 外界对她们的了解并不多。 只知道她们都已经有了各自的归宿, 小女儿的男朋友还是一位外国人。 在2019年, 她们还带着各自的男友回家过年, 展现了家庭的和谐与温馨。 七张卓兹、张兆辉, 作为TVB的资深演员, 以其精湛的演技塑造了 无数令人难忘的角色。 她与妻子郭碧妍的相识, 源于一场聚会的邂逅, 两人情投意合, 不久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她们的爱情结晶, 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构成了她们幸福美满的家庭。 在众多网友的眼中, 张兆辉的女儿张卓兹 无疑是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基因。 她的面容精致, 既有李嘉欣的韵味, 又带着钟嘉欣的影子, 被誉为两位美女的完美结合。 如今, 张卓兹以踏足模特界, 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充满自信, 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仿佛天生味, 镜头而生。 八苗童, 苗乔伟, 作为TVB五虎将之一, 与妻子七美珍的恋情 始于共同出演的飞跃十八层。 婚后, 七美珍选择回归家庭, 而苗乔伟则继续在演艺圈打拼。 1992年, 她们的女儿苗童降生, 她继承了母亲的美丽基因, 在学校中被誉为笑花, 颜值丝毫不输港姐。 TVB曾邀请苗童参加港姐选拔, 但当时她正忙于自己的摄影工作室, 便婉拒了这一机会。 虽然苗乔伟称女儿非常乖巧, 但苗童也曾多次被拍到与朋友在夜店狂欢的照片, 甚至流传出与外籍男友的亲密照。 然而,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艺术的熏陶, 苗童逐渐收敛了新兴, 如今专注于摄影行业的发展。 她的母亲七美珍也曾表示, 女儿对娱乐圈并无太大兴趣, 未来很可能不会涉足目前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